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77集 非本科系要怎么去做自己没有经验的事 如果发现自己其实想做其他工作该怎么办呢 在这一集的节目里 我受到Girl Power Talks女力信生的邀请 和你聊聊呢 我是如何在大学毕业后 选择呢去做和我本科系无关的事情 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向远距工作 打造我的事业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要跟你说 就是呢我们12月开了一堂全新的免费课程 它呢是一堂教你如何用设计思考 去调整你的迷惘 还有找到核心目标的课程 那这堂课程呢 是我们Dream to Go的一个迷你版本 Dream to Go这堂课程呢 它是一个付费的更有系统的完整版 那它就是整个在利用设计思考的架构呢 教你怎么样去更换你的人生 做你新年的计划 或者是你的其他life project 那这个免费课程呢 它大概是一个一个多小时的线上直播课程 它是限时也是限量的 限时就是我们开放它的上课时间呢 只有在12月的 只有到12月30号 2019年的12月30号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在听的时间 还是12月的话 你还可以报名 那限量呢 就是我们每天 规定只开三场 然后 你都要事先到网站上面预约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堂课程感兴趣 赶快在网址上输入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记得赶快先去 讲位子先去报名这堂课程 才不会错过我们限量的名额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今天要来阅读 一位听众 她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 Tina2793778 她写说很赞 聊了很多 值得让我好好思考的议题 也打破了很多之前的想法 有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也感受到 左边把自己都掏出来 一般的分享 也很想做到 感谢有这样的Podcast 第一次听了这么多 谢谢 非常感谢 我确实是把自己掏出来 让大家 好好的做学习 也是跟我一起做学习 因为我真心希望就是 能够透过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或者是一些自身的经验 给大家 给有需要的人 带来更多的启发 或更多的帮助吧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也非常的 感到很温暖 很温馨 非常的踏实 那如果说呢 你对左边茶水间 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呢 一样到iTunes Store上面 帮我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记得呢 花一点时间 按下订阅 这样呢 我们每个礼拜天 播出的时候 你才可以马上收到 我们的节目通知 那如果说呢 你另外对自我成长 远距工作 还有品牌经营的内容感兴趣 我也想要邀请你呢 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并且填表单呢 加入我们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会分四个阶段 和你聊聊我这四年的变化 包含啊 从大学毕业 确去做 不是我本科系的事情 然后呢 开始踏上远距工作的生活 创立了 左边茶水间这个节目 以及它如何在 一年后开花结果 变成我的个人的 正职事业 我的梦想工作 这一集呢 又再度是 以比较难得的角色 以来宾这个角色 被受访 所以呢 过程中有很多的闲聊啊 有一些闲话加长 如果说呢 你不介意的话 欢迎你继续听下去 那如果你想要收看 这一集的文字稿 你可以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创造自己 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非常欢迎 左边茶水间的ZOE 来到 Girl Power Talks 努力新生的节目 耶 那我也很希望 我们这一集 可以透过跟ZOE 来聊 你是怎么从学生时期 一路摸索 到现在 你把 本来只是你的兴趣 做录音频 这样的节目 结果 现在 你经营到今天 已经变成是 你的事业 你的正职工作 我真的觉得 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 来跟听众们 分享一下 你学生时期的时候 你的专业就是做 行销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你做的 你主要的节目内容 就是在讲 如何经营个人品牌 然后甚至是 你经营了自己的品牌之后 你又是用什么样的 行销策略去推广出去 因为一个好的品牌 你没有方式去 分享给到 对的客人 也会影响到你 最终你这个品牌 能不能够成功 所以你是不是因为 学生时期 就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说你 本来就有这样的知识 让你有办法 做到今天这样 其实不是哦 尤其是如果 现在听众是大学生了 我最近超常 收到的问题 应该说 一直以来都会 收到的问题 就是要不就是 现在念的科系 不喜欢 想要去做别的事 但又没有技能 又或者是 现在在做的工作 已经做了一阵子 但是不喜欢 很想要转职 可是那个转的 那个职 想要新的尝试 都是完全没有技能的 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 就是只要再学就可以嘛 哪个东西不是再学就可以了 我以前一直以来都不是行销背景 也不是想管背景 事实上我是做服装的 做设计的啦 然后为什么我开始来做 像是这种媒体业 就是我其实自己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那我最一开始的 可能工作的经历 都是与设计与视觉有关 从平面的设计 变成了架式一个网站 所以网站的话呢 你可能就知道 要更深的东西 例如说品牌的branding啊 品牌一系列的 整个user experience 要怎么样去做设计 所以就是慢慢的沾到一点边之后呢 大概又测试了一阵子 觉得还是很感兴趣 所以就继续往下学 然后行销来的这块 其实蛮半推半就的 之前的一份工作 就新创公司小公司 所以就是我明明是那间公司的 企划啊编辑跟内容组 可是可能比较要一条龙啊 人手不够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会说 啊那能不能够经营一下粉专啊 能不能够就是来分析一下行销数据啊 那我就想说 这些东西我还真不会 为什么会叫我来做 我不是一个设计人吗 我又不是行销人 一开始可能会有点排斥 可是后来就是半推半就的 做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其实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就是因而接触到 然后因而发现自己是感兴趣的 一直想要再学更多 然后遇到难的事情 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而不是一直很抗拒 所以我觉得听众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就是接受一些挑战的时候 你的感受到底是抗拒的呢 还是觉得兴奋 就是激起燃烧起你的动力那种感觉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那你不会的事情就如同刚所说的 我们就再学就好了嘛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做起来 是真的 我完全能够体会 当老板突然给你一个你从来没做过的工作 然后他只会说 嗯完成这个这个 然后什么时间点 我需要就是这个搞定 然后我就 oh my god 就整个天啊从哪里开始 可是对就会想说 诶我也不是负责这一个的 对你就当下你就会觉得 嗯 哈喽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其实你真的你硬着头皮下去做 可是你做完的时候就诶 结果你就发现 就像你说的 你发现自己 其实对这行销这一块是有兴趣 嗯 然后越做慢慢越做越多 你反过来看 其实发现 哇我学到了很多 就如果我没有尝试去接受这个挑战的话 我可能完全都不知道 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嗯 我觉得在现代来说就是 身为员工啊 你可能会觉得说 公司都要我做一些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或者是就不是在我职责内的事情 就是身为员工会这样想 可是我觉得 如果说啊你今天换个角度想 我就是一个设计 然后我就是只会做设计 我也不会企划 我也不会做后续行销 我就只会做这一块 然后长期看下来 好像有点危险哦 因为好像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专业是特别专一的 所以当别人要跟你去游不同的火化的时候 你好像不太能够去做相关的沟通 甚至更危险一点好了 假设以后再也不用设计时 AI就可以来做你的工作 那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说你不多元的话 你如果一直很排斥说 最后不在我工作之内 我不想要再多学 我不想要再多试 其实我觉得它反向来讲 是一个会把自己画地自限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会有这种 觉得老板讨厌啊 讨厌死了的感觉 也许可以换个心态来想一想 就是搞不好这也是一种契机 去开拓你找到你新的兴趣 我完全赞成你刚刚所说的 先转变当下的心态 转变了心态之后 你再去做这件事情 就不会像你说的画地自限 是 什么时候你发觉说 哦原来不用在办公室工作 是能够解决你上班不开心的这个问题 不是远距工作就可以让你觉得说 我真的自由了 或者是我真的热爱这份工作 我觉得远距工作只是一个加分 如果说你本身不爱做那件事情 就算是远距工作 要花你一分钟你都觉得是折磨 就我而言啦 就我还是会在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觉得 那我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 那我是不是喜欢我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发现 好像问题不是出在地点 地点是一个问题 可是假设你今天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 好像要你到那个工作室 然后跟你一群你很喜欢的同事一起工作 他并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最不舒服的是你 你为了糊口 或者是你不认同这间公司的理念 然后你认为自己在做一个 不是那么有意义的事情 自己不是那么认同的事情 所以我就发现 好像问题不是出在地点 地点是一个问题 可是假设你今天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 好像要你到那个工作室 然后跟你一群你很喜欢的同事一起工作 他并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最不舒服的是你为了糊口 或者是你不认同这间公司的理念 然后你认为自己在做一个 不是那么有意义的事情 自己不是那么认同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听众想要尝试 任何远距性质的工作 是不是有一个最大的要点是 他要一是自我约束能力强 二是他能够做好时间管理 他才去考虑我要不要尝试做远距工作 我觉得你不用等到 你变成很厉害的时间管理者才开始 但是你做了之后 你应该会渐渐的越来越时间管理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超烂的 就是你知道吗 你不用再进办公室 你就会睡到10点11点 就睡爽了才会起来上班 然后也不用打卡 晚上8点了 你就会发现 天哪我今天的进度落后 我就必须要继续做做做做到12点 1点工作做完了又很晚睡 隔天又是很晚起 一直这样的循环 循环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没有比较有效率 在我的生活还是有很多时间是在工作的 而且还有点颓废 因为也不用化妆 不用出门 就整个很废的在家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 这不是我理想的模样 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一边旅行 一边工作 全都是一直在家 一直工作 然后还都不打扮自己 对啊 就可能头都没有洗 这样子 反正也没人看 可是就是 有趣的是 去想说 啊问题是什么 问题到底出在哪 你就会发现 其实就是 要对自己严格啊 你的时间就是你的 因为是远距工作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会是什么 我们这周有几个项目 几个project 我们要在这周以内把它完成 所以是算项目的嘛 那我就发现 哇那这样子 我好像可以去猜解说 我这礼拜 一二三四五 可以怎么去分配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天啊那我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就会开始尽量的 规律一点早点起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 m4 两点或三点我就做完 我就不想要再做了 我要花其他的时间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等于是鞭策自己 因为我觉得当你的时间 你可以掌控的时候 你才会比较珍惜它 然后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其实不会特别珍惜自己的时间 因为你的时间就绑在那 有的时候你明明是工作 你其实可能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你就完成了 可是你就是还要在那边 混水摸鱼的 到的时间到才可以下班 但是远距工作它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效率好 那你就是值得被奖励啊 你就可以早一点去 等于自由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时间管理这个部分 它是可以被学起来的 而且你会渐渐的知道说 你做哪件事情比较快 哪件事情比较慢 然后你更会懂得 要怎么样安排事情的 先后顺序 某方面也会让你更了解 自己做事的方式 这挺有趣的 等于就是说 如果有念头想要做的话 你就就是直接去尝试 边做边学 然后我们做了之后 再去做改变 做改变之后 一定还会再碰到 在下一个阶段 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这样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越做越好 是 今年的你过得还好吗 此时此刻的你是否 离自己的理想生活 又更近了一点呢 每年到了尾声 我们都会开始检视 自己的一年过得如何 但如果你还是处于一个 很迷惘的阶段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该做什么 甚至不知道 该如何规划未来 那该怎么办呢 自我已推出了一个 特别的免费课程 人生设计思考课 来帮助你调整迷惘 找到你的核心目标 并且教你 怎么用设计思考 来设计你的人生 课程中呢 我们会带你了解 造成你迷惘的四大主因 以及三个利用设计思考 来调整的方法 这是一堂 大约一小时的免费课程 而且是季节限定值 会有在12月才有 错过就没有咯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堂课程感兴趣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写线 Dream to Go 评法是 DREAM T-O-G-O-A-L 输入网址呢 你就可以进到课程页面 来预约你可以上课的时间 那我们课程里面见啦 那左边茶水间 你是一直都把它当作你的事业吗 还是你一开始 只是想说 诶我的兴趣来做做看 还是你一开始就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 呃 这一个计划 我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做 而且最终目的 你已经设立好说 你要怎么样 经营成你的个人事业 决心是知道这是事业 我不是来玩玩的 我就是想要 有一个未来 可能它可以让我 带来收入 甚至超越我正值的收入 我才来经营的 然后最大的转换就是这一点 因为以前我写过很多部落格 我也做过YouTube影片 但是全是兴趣 可是左边茶水间 它算是一个比较认真的计划 就是知道前期可能会没有赚钱 但是终极的目标已经确定 它比较像是以中为时的开始来经营 但是呢 并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到底要用什么获利 你可能想是想得到啦 你想得到说你可以做业配 你也知道你可以找到赞助商啊 或者你也知道说有一天要开线上课程 有一天甚至要办讲座 但那个内容里面到底是什么 其实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摸索 包含说你真的知道你的观众是谁 以及他们到底要什么嘛 所以就是有点一半一半啦 知道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 我很好奇你在经营左边茶水间这段时间 你是到第几个月突然发现 有一个wake up call跟你说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而且你要继续坚持下去 朝着你当初设立的目标 你发现原来我当初想的是对的 花了更多心思去想 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我创立了一个社团 然后那个社团叫做理想生活设计什么 自主学习社团 然后我还觉得名字取得很烂 想说可能都不会有人加入吧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有人加入 因为到处我都有在分享文章 可能找其他的来宾上节目 所以就是口耳相传 然后那时候呢 有一个wake up call是一千人 破一千人的时候 大约是三个月左右吧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社团竟然还可以破一千人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来举办一个小型的同乐会好了 举办一个小活动 来一个skype meeting 来zoom一下 然后我就有真正的见到这些网友 也就是社团里面的团员啦 然后就有真的跟他们聊天 然后聊的 我们就有设定主题是在聊 工作还有生活上目前遇到的困难 以及就是想解决的 想要拉出来讨论的疑难杂志 我就有发现 这是一个社群力 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大家会因为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更愿意对你产生信任 以及愿意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你 尤其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但是身边的人不了解 身边的同温层都会觉得说你 你到底在干嘛啊 个人品牌哦 你是想做直销吗 然后或者是说身边最亲密的男友或女友不认同你在做什么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不住 或者是想找人讨论身边又没资源 然后呢 现在就发现有一个明明我们都不相识 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的陌生人 竟然可以就是在一个线上的社团里面掏心掏肺的真的讲出 目前在生活中不能跟别人讲的那些遇到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就是很有凝聚力 那我就想说这股凝聚力一定要继续让它烧下去 因为凝聚力来了 信任感也会来 那最终的转换 产品的转换 以及你到底会不会买一个东西都取决于你信不信任这个商品 或者是卖你的人吗 那我就有意识到说 那其实这个社群它就是在展现一个信任 那表示我某种程度上面至少是被肯定的 那那时候我是大概也是在那段时间就发现 很多人是那种对未来规划或者是人生质疑 或是未来蓝图非常迷茫的 这些关键字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现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可以就是去计划一个比较实在的 而且比较有系统的线上课程来试试看 试卖看看 就再来验试一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人要买单 嗯 超棒的 谢谢 我觉得你真的超厉害 谢谢 我相信一年前的你给左边茶水间设立的目标 跟你现在站在现在这个位置给左边茶水间三到五年内的目标肯定 形式上还有那个level一定有差别 那我想听听看你现在对三到五年内左边茶水间的目标是什么 嗯 就是我事业心一直都蛮强的啦 所以我也很希望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主流 嗯 或者是改变一个社会习惯 因为毕竟Annie之前在美国 所以知道podcast美国是很盛行的 对 就像是现在台湾的youtuber还有每一人人都有blog 对 你爱写你就创一个匹克榜 你就可以是blogger 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对 然后podcast是在美国人人都可以是podcaster 可是在台湾还没有嘛 然后这一年来我确实是陆陆续续听到人家说 是不是也可以来尝试听听看podcast 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来做我自己的podcast节目 然后我就希望说会不会未来有机会 他可以是一个 有我还有一群早期采用者带领的一个趋势吧 就是他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使用者的习惯 因为现在就是没有听音频的习惯 对 现在比较流行的可能还是youtube 因为这个东西要是一成为主流的话 他就会有创造就业机会 例如说就会有人有科技公司开始想要设计 一个好用的听音频的app 适合台湾人的app 然后也有更多人就是 或者是更多厂商会因为听众多 然后人潮就会多嘛 投入的广告的几率也会大 就像是youtube 现在到处都有广告 那是因为看youtube的人很多 所以厂商补查没人看到 因为他还可以去估计那个效益 可是音频就是现在还是很少 所以那个效益怎么样都不会说可以scalable 但未来有没有机会说 这个东西就是 哇真的他变成就像是youtube一样 我觉得这是我蛮想要尝试看看的 以及我自己的课程可能就是 也是希望在这个当中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去帮助那些 就跟我一样想要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的人 而且想要做自己热爱事情的人 这完全是我觉得 你必须要当Girl Power Talks 努力代表的原因 你的各个特质完全就是个努力 谢谢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如果想要做自己根本没有经验的事 例如说转换科系啊 或者是转职 其实都是不要紧的 因为哪件事不是在学就好了呢 事实上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哦 毕业之后去做与本科系无关的产业的案例 其实大有人在 而且比例还是逐年的变高 去尝试不会的事情又怎么样呢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 也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二 不要觉得自己总是在做 不在自己分内的事 这样呢 可能会让你陷入太专一的深渊 无法呢 与其他的角色互相协作沟通 也可能呢 会让你少接触很多 可能对未来的自己有帮助的事情 因此呢 当你的主管下一次又来问你 诶能不能帮我们这件事情 与其呢 你一直想说 哇 我付出了多少额外的时间跟额外的精力 不如呢 来算一算你获得哪一些新鲜的资讯吧 三 我个人认为呢 时间管理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虽然呢 我以前也曾经想要特地去学时间管理 但如果说你在生活中没有学以致用 那当事情一多一杂 你依然会忘了这些方法 因此呢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你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 你就会有解方 这个呢 会让我想到 侏罗纪公园 它有一个名言叫做 Life finds a way 生命会自行找到出路 我们就是边做边学 然后创造一个你的理想版本的自己吧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访谈蛮有趣的 因为它就是有重点式的 带到我这四年的转变 包含呢 我怎么样开始去做 跟我大学所学无关的内容 就是怎么样从设计转到行销 然后我怎么样开始接触远距工作 怎么样把这个技能练好 然后呢 我怎么样做时间管理 在业余的时间开始来做 左边插水间 然后建立自己的品牌 那包含一年过后 就像是现在 我们其实也是有成立事业 然后专心的在run这些大小事 而其实我也一直深深相信 人生不在于寻找自己 因为它就有点像是 如果说你有近视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近视很深 然后没有戴眼镜的人 他就是拼命的在寻找眼镜在哪 然后其实最后才发现说 这个眼镜一直都戴在自己头上 这样的感觉 因此呢 我觉得与其找自己 不如你先定义自己 然后创造一个你理想的自己 那我们稍早呢 所提到的这个12月的免费课程 也有呢 和你分享要如何样做计划 你定还有人生规划 想要知道要怎么样循序渐进地 打造出你的理想生活 其实就是要从做好日常规划开始嘛 说不定三年后 五年后 你也会有不可思议的转变哦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你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网站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呢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EYK.CO 你呢 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上传到你的instagram story上面 标记我 让我知道 你也可以跟我说 你在什么时间点收听 你在什么地点收听 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的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也请你再花30秒的时间 好好地思考一下 你对于明年的自己 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如果现在变成是2020的12月 你觉得当时的自己 会在做些什么事呢 把你的答案分享到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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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